今天凌晨结束的欧连杯 艾森娜和AC米兰分别以3比0和3比1战胜了各自的对手 虽然比分看起来实力悬殊很大 但比赛过程都异常艰辛 艾森娜和AC米兰身为传统豪马 最近几个赛季都很低迷 一个离开欧冠多年 一个第四不保 估计也会离开欧冠很久 上赛季欧连杯两队相遇 艾森娜淘汰了米兰 然后艾森娜又被欧冠下来的马进淘汰 成为了一队耐兄耐弟 我们来分析一下两队的境况 艾森娜这个赛季最大的人员变动 就是温格的离开 新主帅艾美里接过了教授的脚鞭 不得不说艾美里执教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一直在尝试着不同的阵型 同时也没有忘记对新人的培养 而且最重要的是艾森娜现在已经各项赛区八连胜了 一扫开局两连外的阴影 如果不出意外 在打利物谱之前 艾森娜应该还会一直赢下去 毕竟对手都不是很强 艾森娜之所以战绩这么好和下季演员是脱不开关系的 艾森娜在这个夏天一口气吃尖了四名球员 相比之前教授在的时候的最理阵 球员应该会替教授打抱不平 艾森娜现在中场储备了大量的球员 而且星约托雷拉和小将古恩多奇一起解决了艾森娜要不应的问题 再加上扎卡和艾尔内尼 后要人才积极 可以轻松应对多线作战 前场方面则有厄齐尔 伊沃比 拉姆赛 穆希塔两等众多进攻好手 至于怎样大配材 能发挥出最佳的效果 艾森娜还在摸索中 我们相信给她一些时间 艾森娜会完成蜕变 再次成为冠军的有力竞争者 再说一下米兰 前一阵球队一直连评应该够球迷们糟心的 但好在最近连续两场大胜 保住了家徒所动荡的帅位 米兰现在的第一球星应该是伊瓜音 或许围绕她来制定进攻战术开可能会更合理一些 米兰已经太久没有过像伊瓜音一样的超级球星了 培养了几个赛季的苏索 总是有一种可铁不成钢的感觉 看看黄马的I3C奥才知道差距 中场方面恰球王最近状态不错 今天凌晨的比赛基本是靠恰球王一个人带队取胜的 恰球王上场前米兰正林比一落后 恰球王上来两个精彩的助攻帮助球队顺利拿下了比赛 后场方面 罗马尼奥利如果不被挖走 是可以被当成后防击时的 只有24岁的他已经成为了米兰的队长 他会成为下一个内斯塔吗 还是下一个西尔瓦 就看米兰能不能留住人了 你觉得阿森纳和米兰谁更有可能先重返欧冠呢 罗掌柜 罗马尼奥利 罗马尼奥利